随着仙侠举的日益增多 饰演过神仙的男演员更是数不胜数 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饰演过男神仙的演员们 他们是否符合你心目中神仙的形象 仙气飘飘 还是其实和我们并无二异 首先是最近在电视剧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一袭白衣翩翩 笑起来温润如雨的润玉 真真人如其名 邓伦在香蜜中饰演的六届第一美男 一只真身未凤凰 且呆蒙自恋臭屁的火神殿下去放 且武力值满满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中的神仙也是多多 其中高位光饰演的东华帝君 被网友成为九重天中最像神仙的神仙 因为他最闲 今天才知道 原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终于朦胧 饰演的白真和夜华神君一样 都有一个响亮的称号 四海八光第一美男 杨子 任嘉伦主演的电视剧 天机之白蛇传说中的子轩 青帝爱徒 温文尔雅的上神 这个角色的人设据说也是相当足 以上都是在仙侠剧中 饰演过男神仙的演员了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特殊的存在 明明他是演的角色不是神仙 但是很多人看剧照的时候 总会误以为他饰演的是男神仙 比如 换成中师眼睛公事 那马天宇 总是周身散发着一股仙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